凤林镇2017年启动了第一辆幸福接驳专车 免费搭载193线三星中心部落长者往返市区 搭乘率去年突破1万2千人次 获得相亲的好评 而今年凤林镇公所致筹140万元 添购一辆9人座的幸福专车 预计要行驶中心部落完善东西线接驳网络 来平衡凤林城乡差距 由于部落长者搭车往返凤林市区费用相当高 镇长肖文龙在2017年开始 将镇利托儿所所淘汰的娃娃车改装 作为三星中心部落长者往返凤林市区的交通车 大获好评 而今年度镇长肖文龙也再度编列140万元 购买了新型的9人座交通车 提供居民洽工之用 六号上午举办了启用典礼 包含了镇长肖文龙代表会主席代表们 都踊跃出席请贺 跟大家报告我们这个新闻80 106年7月到今天 4月我们搭乘的人数 有12487人证 那上面补助给我们的 新增的线路的路线有森榮名 还有我们重新这里 重新巴士总部给我们领路经历是370万 本来我们当时是在这个想法的时候 跟买到重8 大家坐比较快 后面呢 又可以轮引上下车的 但是呢 193线重新巴士不能走 所以后来我也不能让我们中新部落这里呢 还是可以说我们 解力申请这个胡适 这个胡适 这个只能这么说 中国人是在换我们换的幸福里看得到的 除了现场以外又是地产 其实我们的幸福八十元起以前年 那时候镇长一直感念着 我们在凤临镇属于比较偏移的 我们三星里的中心 三星部落 因为人口的老人化 人口的外移 所以说目前居住在我们三星里的 所有的年纪都比较窄 那有时候你要到凤临镇一趟 伴侵移的补助也好 你采满也好 你甚至有时候身体不舒服 去看医 看医生也好 他甚至 我们所有 包括我们三星所有的个名 我们各个阶层 各个职业品 所有的困境啊 都在他的脑中里面有一副的 需要的整个优先的顺序 然后重点是 所以说我也很感念我们肖政长上任以来 他的施政 不是只有表象的一个作为 他有很多很贴近我们人心底层的一个施作 幸福专车才每周一至周五行驶 尚无原定一班车 但是搭乘情况加开 下午则需预约制 一民众需求提前预约行驶 幸福专车为9人坐小巴 每年维修 运馆费用约60万元 镇长肖温龙也希望幸福专车的营运 能够减少偏远地区居民到时区交通不便的情况 记者林杰凤林郑采访报导 争燈 豫